小苹果树请医生 果园里有一棵老苹果树和一棵小苹果树 有一天,老苹果树忽然浑身发抖 哼哼唧唧的不住的叫疼 碧绿的叶子也发黄了 小苹果树觉得很奇怪 就问他 老婆婆,你怎么了? 老苹果树说 孩子,我病了 有几条虫子钻进我的身子里 咬得我很难受 从前,我的妹妹就是这样被虫子咬死的 看来,我也要完了 小苹果树听了,很伤心 决定给老苹果树请一位有本领的医生 一只喜鹊飞过来了 小苹果树连忙高声说 喜鹊,请您给老婆婆看看病吧 它身子里有虫子了 喜鹊摇了摇头说 好孩子 我只会捉树叶上的虫子 不会捉树干里的虫子 小苹果树 小苹果树难过地低下了头 不说话了 夜里 一只猫头鹰从这里飞过 小苹果树连忙高声地喊 猫头鹰 猫头鹰 请您给老婆婆看看病吧 它身子里有虫子了 猫头鹰摇摇头说 好孩子 真对不起 我只会捉老鼠和蛇 不会捉树干里的虫子 小苹果树难过地低下了头 不说话了 第二天 飞来一只啄木鸟 它在空中绕了一圈 不等小苹果树说话 就落在老苹果树上 它不停地在树干上 跳来跳去 小苹果树高声地说 您这是干什么呢 老婆婆有病啊 怎么能在它身上 跳来跳去的 啄木鸟笑着说 别担心 我看出来它有病 是来给它治病的 说着 它用爪子抓紧树干 用尾巴支住身子 用坚硬的嘴 在树上使劲地敲起来 小苹果树生气了 喊着说 您这是干什么呢 老婆婆身子里有虫子 您不能再使劲地啄它呀 啄木鸟 啄木鸟又笑笑说 我看出来它身子里有虫子 这是给它动手术呢 啄木鸟把坏了的树皮啄掉 找出虫子的洞口 从里边一下子 一下子揪出一条胖胖的大虫子 啄木鸟说 看见没有 捉到一个坏家伙 今天的手术就算完了 明天我再来看看它吧 因为还有好多好多的树 等着我去治病呢 啄木鸟说完 急急忙忙地飞走了 第二天早晨 啄木鸟真的又来了 又给老苹果树 啄出一条大虫子 几天以后 老苹果树树干里的虫子 全被啄木鸟捉光了 老苹果树的病完全好了 它又有了精神 高高地抬起了头 叶子也长得又嫩又绿 结了满树的苹果 小苹果树看了 非常高兴 它们很感谢啄木鸟 有时候 啄木鸟从这里飞过 老苹果树和小苹果树 就一起招呼它 啄木鸟医生 您歇歇再走吧 过几天到我们这儿来吃苹果呀 啄木鸟总是笑着回答说 我不歇 还得给别的树看病呢 苹果也不吃 只要你们身体健康 我就高兴了 嗨 你 咱 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